楚九龄 你回来了 是 我是君九龄 您的方子开好了 他从来没有入过大人的梦吧 你到底是谁 大人 明日就是大县之日了 引火用的油脂木头 也都已经备好了 下去吧 是 老子 你 你 你 是 你 你回来了 我不知道陆大人在说什么 你当然知道 你相信魂魄传世吗 我不信 我信 你就知道 我是君九龄 楚九龄 你为什么不敢承认你的身份 我不知道陆大人何意 我的意思你早就应该明白 你还活着 对不对 陆大人玩忽职守 就不怕陛下治你的罪吗 朱渺茫 我在乎的只有你 你在乎谁跟我没关系 你要找的人也不是我 我现在在监医药 烦请陆大人不要妨碍我 朱瓒是不是教过你九龄 在他昏迷的时候 你是不是答应了 看来大人不仅不务正业 还喜欢连窥必听啊 是啊 我是答应了 他叫的就是我 就算他叫的不是我 他为百姓冒死失道 我情急之下应一声 又有什么不可能 你千里迢迢地来到京城 开设九龄堂 我几次威逼你改名字 你不肯改 还有你的药房 你的字跟他一模一样 上次我在淮王府 你看起来比九龄公主还要担心 你能不能不要再演了 我不想再猜了 陆大人 这一切都是你妄想的推测而已 他是他 我是我 我做任何事情不需要跟你解释 你可以骗过别人 但你骗不了我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 我知道他是你心中的执念 但他已经走了 就算他在世 也不希望看到你对我这样吧 陆大人 面对现实吧 你也爱过人吗 你也爱过人吗